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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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看圍觀面 在1970年 史坦佛加速器中心 就利用高速的電子來撞擊直子 結果發現 這個直子跟中子裡面 還有更小的粒子叫做寡克 中子跟直子都含有三個寡克 所以才定義出寡克跟電子 是現在基本最小的粒子 可是這樣子建立起來的物理模型 並不能解決目前 現在的物理界的一些現象 因為這樣的模型沒有考慮重力 暗物質 暗能量 所以未來科技是不是還會發現 更細微的粒子 那就有待未來科技繼續發明 因為這些粒子 又有光波 那就產生了粒子跟光波的問題 古典的力學裡面 把物質當作是純粒子 而光波卻是純波動 這兩個是不同領域的研究方向 可是 1905年 安斯坦 對於光電效應 他就用光子的概念 來解釋粒子跟波 所以讓一些物理學家 就開始有意識說 難道光波裡面是具有波動跟粒子的 雙重特性嗎 那在1924年的時候 德布羅伊也提出物質波的概念 這樣的一個假說 也就是一切物質 其實都具有波粒二象性 也就是具有波動跟粒子的雙重性質 而奧地利物理學家 薛丁格在1926年 他就發表了波函數 也就是薛丁格方程式 把量子力學的基礎的一個公式推導出來 融合了有關物質的粒子跟波動之間的關係 這個就是量子力學的由來 所以在20世紀前半世年 就會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新概念 許多物理學家就開始在想 量子力學拿來解釋 描述自然的一個基礎理論 那也藉由安斯坦跟波爾等這些科學家 不斷的努力 已經把量子力學這些理論 基本上它的理論已經奠定下來了 可是量子力學發展到現在 科學界還是爭論不休 為什麼 因為微觀世界的量子現象 在宏觀世界不但不曾出現 而且甚至荒謬到匪夷所思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問題是 量子力學跟經典的力學 出現了很嚴重的矛盾跟對立 使得一些數學家跟物理學家 分分都出來發言 譬如這個數學家 洛伊曼就講 如果有人說他懂得量子力學 就證明他不懂量子力學 物理很有名的學家 費曼也說過了一句名言 他說 我認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 沒有人懂得量子力學 物理學家溫伯格也承認說 依照我現在的看法 令人滿意 完全令人滿意的量子力學詮釋 並不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量子力學充斥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怪論 可是實驗的結果 計算的結果又證明它是正確的 因為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就是 不確定 扯不準 它只能提供一個概率 概率就是機率 有時候觀測者的行為 會改變物質變化的狀態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這也是他們匪夷所思的地方 那最經典的實驗 就是十九世紀 托馬斯洋的雙縫干涉實驗 這個實驗是法國物理學家 這個托馬斯洋所發現的 他把光線 光線就是光波 那前面有兩個縫的擋板擋住 那光線透過這兩個縫以後 會形成干涉 那干涉在後面的擋板就會形成 明暗的一個投影 可是後面的科學家 為了要觀察這個干涉的現象 所以裝置了感測器 來量測 來觀測 到底它的干涉的狀況是什麼 結果當它打開這個感測器的時候 發現變成雙縫投影 把它關掉以後又變成干涉 然後感測器打開以後又變成雙縫 一直做重複實驗 不管這個感測器是放在旁邊 放在後面 放在前面都一樣 都是發現這種情況 所以他們就覺得不可思議 這樣就變成所謂的量子疊加態的坍縮 發生了坍縮現象 而這個坍縮是因為有觀測才有坍縮 沒有觀測它就沒有坍縮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後面的科學家 藉由陽氏雙縫干涉 就做了量子插足的實驗 量子插足實驗 也就是利用雷射光束透過晶體 然後會產生兩個光子 一個是垂直偏正光子 一個是水平的偏正光子 而這兩個光子之間會產生糾纏 所以他們做實驗 如果在這水平上面做觀測的時候 那我在垂直這邊做雙縫實驗 結果發現 雖然你在水平觀測 在垂直會變成雙條線的投影 如果把水平這邊的感測器把它關掉 又變成干涉 不管怎麼做實驗 就發現這個現象 所以才產生了所謂的量子糾纏 也就是這光子對具有成對 彼此之間有關係 所以量子糾纏就是所有物質都有 兩個以上成對的量子 而這個量子糾纏 不管它距離多遠 如果這個量子是正弦 這個就逆弦 這個要是上弦 這個就是下弦 那這邊動作 這邊馬上就跟燈動 馬上就動作 不管距離多遠 所以在1935年 愛因斯坦、波多里斯基跟羅生 就共同發表了叫做EPR悖論 他們認為這個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薛丁格又發表了很多篇的量子糾纏論文 使得愛因斯坦一直認為這種行為 是違背定義實在論 所以把它稱為鬼魅般超巨作用 因為想像不到 也搶不透 量子糾纏的作用速度比光速還快 那最近的實驗人 顯示了一個證明就是 量子糾纏的作用速度至少比光速快一萬倍 也就是它的即時反應 這邊要是動作 這邊馬上動作 所以在1982年 物理學家 艾斯坦克特跟他的小組就證實了 微觀粒子之間存在著量子糾纏的關係 也就是不管它們被分開多遠 只要一個粒子擾動 另外一個粒子馬上反應 不管這個距離多遠 就是如此 所以量子糾纏實驗證實了 西方科學主流世界觀嚴重的缺失 因為西方科學主流世界觀認為 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器 它是沒有意識 是沒有目的 而且宇宙是各個片段組合而成的 那問題來了 量子糾纏是指兩個或多個量子系統之間 存在非定域、非經典的強關聯性 因為有互相互動 所以它不受視為空間的拘束 也就是宇宙存在更深層次的內在聯繫 所以量子非局域性就是指 宇宙具有整體的一個關聯性 就這樣子的一個證明 所以量子糾纏 衝擊了西方世界的主流世界觀 西方主流世界觀是自從迪卡爾以來 就認為物質決定意識 意識只是在物質當中產生的副產品 然而唯物論的觀點 就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跟挑戰 為什麼呢 這個過程當中 在宇宙學以及廣義相對論 很有貢獻的數學物理學家潘若思 他在2011年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在宇宙中的意識》 裡面寫的就是有關意識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這樣的一些論文 還有持續的量子力學 量子糾纏的學理出來 就一直衝擊了唯物論 因為唯物論不承認有超自然現象 但是要從沒有意識的物質裡面產生意識 這個是不可能的 對唯物論來講是不可能的 可是現在的神經科學 因為醫學已經很發達了 所以這個神經科學已經有很多的認識 唯物論者如果把大腦認為它是一些粒子過程 如果是中子、直子、電子所過程 可是它如何產生意識 就形成了他們最難解決的問題 他們認為如果意識只是物質的副產品 那問題來了 他沒辦法解決所謂量子力學裡面 觀測者造成波函數的他說的問題 他們就沒辦法解釋了 那西方科學家也開始在研究意識了 那問題是在研究意識的時候出現了困難 為什麼 因為科學家沒辦法用時間、空間、品質、能量來測量意識 可是各位朋友 我們頭腦清楚都很知道我們自己有意識 可是就是量不到 你如果量到的只是外向的那些形式而已 沒辦法直接量這道意識 這個是現在科技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那諾貝爾獲獎者 維格納就認為意識是量子測量問題的根源 而且20世紀偉大的數學家紐曼也講 有意識的觀測者具有很神秘的力量 在觀測量子系統時會出發量子塌縮 所以現在如果沿著傳統唯物論的世界觀來研究意識 只能走向死胡同 唯物論的世界觀一定會發生根本性的一個變化 所以現在的西方科學家跟研究人員 就慢慢紛紛轉向東方世界觀來做研究了 那也因此量子糾纏跟心電感就產生了關聯性 為什麼 因為西方的哲學界跟科學界已經慢慢發現 意識物質能量是一樣重要的 在微觀的例子中就存在的意識這樣的一種成分 所以現在西方科學界一致的有認為 有這樣的認知 說量子糾纏可能就是微觀例子具有意識的證據 所以如果把人體放在這個宇宙中 把人體當作是量子體 那我們就可以體驗到 如果雙胞胎或者兄弟或者是家屬之間 如果有一個人在遠方突然發生的問題 另外一個人會有感應 這個就是所謂的心靈感應 也稱為心靈感應 可是 西方科學現在所發現的 從粒子裡面到現在所謂的量子力學 他們認為從微觀面想要來探索生命的根源是什麼 可是卻離不開意識的作用 但是意識真的是造成這些物質能量乃至於量子的他說嗎 其實不然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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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